今日 罗马1950-1965艺术展在百年老宅 荣宅拉开帷幕 展览汇集了这一特殊时期13位艺术家的30余件绘画和雕塑作品 向中国观众描绘了二战后罗马蓬勃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氛围 展览分为三个区块 呈现了形式派 起源派 以及八人组 新艺术战线等当时主要的艺术群体和作品 展厅中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与代表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竹子展墙相互映衬 在荣宅低调奢华的氛围中 让观众感受到文化与历史的融合 与二战后的罗马一样 当下在上海这座城市中也涌动着自由创作的艺术氛围 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 展示厚 从一个城市 并有经济增长 并且很快地发展是一件事 关于雕塑和雕塑 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 雕塑在雕塑 凤凰艺术全媒体 HotDOTiPhone.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